Hello,大家好! 今日的话题,我是跟大家讲情, 情,情情爱爱的情, 当然这个情可以是很多方面的, 最简单一个人之常情, 为什麽我今天会选这个题目呢? 主要是因为现在香港出现很多事情, 尤其是官方的政策, 很多事情是违反人情, 是什麽事呢? 很简单,民主党主席胡志伟, 他已经被监禁起来,虽然未定罪, 但是他爸爸很不幸,在这个时候过世, 他希望申请出去奔丧, 竟然现在官方是以所谓的安全理由是不准。 这一个大家马上可以听到是不单止是不近人情, 甚至上是不讲人性,是吧? 我稍后再可以举很多这一类的例子,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麽我今天讲这个话题, 是官方有很多事情扭曲人性。 除此之外,今天又有四个年青春, 黄之风等等, 就是因为在去年六四的活动裡面, 他们有去延长。 然后官方说他们是未经批准, 集结的。 所以,今天有4位年輕人被判入獄4個月至10個月的。 老實講,這些官方是側向左邊, 是用法律來達至他們的政治意圖。 如果是這樣, 令到大家很悲哀的。 所以,我今天先跟大家講情這個部分, 為什麼我們聽到胡志偉這個事件呢? 我們父親死了都沒有人派賓倉, 為什麼我們那麼不安樂? 首先,胡志偉他現在根本還沒有判罪的。 他是因為被檢控, 然後他申請保釋,不給保釋, 而本身也不是罪。 為什麼?去到一個人的生離死別的情況之下, 你竟然官方連一些憐憫之心都沒有呢? 是吧?此其一。 第二,官方所講的就是, 因為有人講,其實只不過是網絡裡面有個別的, 如果他出來,大家要表示支持, 然後很可能做一些勢,令到官方尷尬。 而這個官方上升到很可能是安全問題, 但是必須要指出胡志偉現在涉及這個案件, 根本連刑事案件都不是。 是吧? 你用刑事那種形式,那種概念放在這裡, 又不知道你所謂的風險是怎樣的, 你現在用這樣禁止人家的奔喪。 你這個又是否違反人之常情呢?此其二。 第三,大家看胡志偉, 無論認識他,不認識他, 他這個是絕對一個溫和派, 即使大家在網絡上面看見, 他在立法會2019年立法會面前, 大家要看看,你找你的sir來見我, 那次他其實當時不是激烈的, 是因為他發覺官方,即是警方那裡, 用那麼多催淚彈等等,是過分了, 然後他作為立法會議員, 在現場來說,他是一種表達, 而且他都不是衝擊過去什麼的。 所以,整體來講, 大家會認識他的人都感覺非常溫和的。 好了,再看回他現在官方不讓他保釋, 其中一個論據是他自己擁有BNO, 其實他講這一件事,是他自己講出來的, 而且當時官方叫他交證件出來的時候, 其實是沒有很清楚講什麼的, 一般的理念上就是講香港護照, 所以你看看他其實是一個很誠實的人士, 所以到現在碰到這個家庭的悲劇, 都沒有辦法盡下兒子、孝子的責任, 這些是誰造成的呢? 講到這裡的時候,我立刻想回我的採訪生涯裡面, 類似這一類,生不能雙養以共居, 死不能賦予以盡哀。 這種情況我是很, 怎樣講呢? 是有些是情緒波動的, 但是我們都盡辦法冷靜地看問題, 我首先舉另外一個例子, 一個例子你們可能不記得了, 但是我好深印象,這個就叫黎漢城案, 究竟是什麼來的? 黎漢城案發生在70年代中期, 當時港英政府警察濫權的粗暴的管治, 其實很多事情大家都歷歷在目的。 黎漢城就是一個年輕人, 有一天在旺角, 經過某條街的時候, 有一輛車轉過來, 突然碰到,可能大家有些口角, 結果司機下車吵了一輪, 黎漢城轉頭走, 結果一槍就在背部中槍打死了。 這件事,當時打開槍的那個是一個便衣, 所謂集差, 到最後是被判什麼案呢? 或者那個判罪是怎樣呢? 是判他可原諒殺人。 你背後開槍,別人不是襲擊你, 他是背後中槍的。 判他可原諒殺人,結果社會嘩然。 大家都覺得這件案要重審, 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, 結果這個警察被判謀殺罪名成了。 不過,香港沒有死刑的了。 而黎漢城死了, 他哥哥黎漢強, 即是跟進一件事, 他父親亦都是因為無端端的兒子死了, 很傷心,經常去法庭裡面去聽審。 誰知就是被兒子判死因, 竟然說可原諒殺人, 結果那個爸爸很痛苦。 在上訴再審這件案的時候, 就在這段時候他父親突然爆血管死了。 所以,整個新聞我當時去採訪的, 我當時的新聞裡面的第一句, 就是叫做一波未平,一波起, 一場仇夢一轟雷。 是誰造成的呢? 到最後,即使警察被判罪名成立了, 即是謀殺罪名成立了。 但是,那個社會的公義有拿到回來嗎? 是吧? 所以,我一看見胡志偉這個案情, 我真的很感慨。 另外一個事件,就是程祥案。 程祥都很出名, 而且他是很努力為大家民主自由爭取的。 我們都算是長年交往, 還難之交。 他當時無辜入獄, 已經被判刑, 就在那段時候來講, 他爸爸也是在香港過世的, 當時的親友都不敢告訴他。 現在這個胡志偉, 情況完全是這樣而已。 人已經死了, 你還說用視像, 拍攝著遺體給他告別。 如果大家有採訪的新聞, 你便會發覺一個人士死了之後, 曾經有些記者說,這個名人是映然的, 映然登了出來之後,全世界都在罵他。 你是對他死者不敬的。 所以,這個情況, 胡志偉到了後來, 他是拒絕官方這個安排, 而更加要指出的, 官方所講的有危險等等。 馬上我又想,過去有些刑事犯, 他都是這樣出去的, 身上鎖著鎖鏈。 為什麼官方那些又會讓他出去, 而胡志偉又不行呢? 這些豈不是羞辱式的安排。 去到這裡的時候,我經常覺得, 其實官方你可以很巧妙去處理, 或者很彈性去處理, 來體現你有沒有人性,怎樣呢? 如果你說有危險,怕或者會引起一些控動, 會引起某些行動,官方尷尬, 甚至上讓他出去,然後有人部署要做些什麼事, 這個是你想的。 如果你即使這樣害怕, 有一個方法可以試的, 是什麼呢? 而且有案例的,我立即都舉出來, 是什麼呢? 梅艷芳, 大家為什麼有無端端舉梅艷芳? 因為為什麼呢?梅艷芳小時候在香港舉辦, 大家當時看成很多娛樂圈名人、社會名人, 去送別, 但是新聞焦點,忽然間拍到一個人, 這個是誰呢? 吾爾開戲。 吾爾開戲,北京民運的領袖?是, 他那時候不在香港, 但是他們覺得要對梅艷芳過去, 有一段時間支持過學生, 支持過大家的青年人等等, 他們兩個的交情算是比較深, 而吾爾開戲提出,希望來香港送別, 而當時如果你說危險,從官方的角度, 危險這樣,你可以拒絕的。 但是那時候,官方的做法是說, 我不評論這件事, 亦都不講他會怎樣處理, 而且公開講的就是多數不行了,不可能的, 因為這個會引起北京的不高興等等。 怎知道一面講不行的時候, 就在那一剎那那個葬禮的時候, 你現在不止可以出現了。 跟著,我們後來瞭解, 有一些要求的, 第一,你來了,你只是出席這個葬禮, 跟著馬上走, 第二,你是不可以接受任何的訪問, 不可以發表任何言論, 大家OK,變成大家可以就位, 又不會令官方尷尬, 反過來,人家更加覺得你官方是好事, 你能夠有人情味, 又不違反你自己本身的要求, 又不會引起亂的。 這些就是當時比較高招。 我同樣舉個例, 王丹, 王丹到後來司徒華先生逝世的時候, 他亦同樣申請過來香港, 那時候大家都說, 吳亦那時候可以這樣處理, 是不是又可以做? 結果就不行。 兩個不同的執政者, 兩套不同的思維,得出來的結果就不同了。 結果,當時同樣是有辦法給政府, 你可以說不行不行,不給王丹來, 靜靜地跟他講, 即是大家溝通。 國際上,或者中外這些私下的默契溝通, 其實是家常變飯來的,問題是你做不做的。 所以,那時候就說給王丹, 因為那時候華叔那個狀禮是上奏的, 你就讓他很早飛機來到,然後接了他, 一在機場,你不可以出去走,你不是入境的。 甚至上你是入境,但是用保安的理由, 將他直接送到尖沙咀華叔那個狀禮那裡, 然後他自製完之後,即刻送去機場走。 這個做法又沒有安全問題, 又是體現到你有人情, 結果到最後就不行。 所以,去到這些這樣的場合, 我就覺得其實問題是你怎樣去處理這些東西。 我即刻又舉很多奔喪, 共產黨即使是比較少人情味的, 但是共產黨當時都處理過一些海外民運人士的奔喪, 其中一個陳一枝, 他是六四之後出去, 最高級跟許家團同樣是部級的, 很高級。 他在海外一樣是發表的言論對北京不是那麼友好的, 或者對北京都不利的。 但是他後來就是因為要奔喪, 所以當時都給他回去的, 跟著又要走。 這一類這樣的情況, 所以我就說, 我馬上數到很多例, 你即是如果腦裡面是稍為闊一些的, 你有少少人情味人性的, 你就不會現在這樣處理。 所以我很希望, 我是非常希望, 官方即是香港, 你說哪個部門都好, 能夠在你現在說我拒絕你的申請,我不給你, 突然間在那一天,舉辦那一天, 讓胡志偉真的可以去送別爸爸。 我不知道,可能有些人說, 你這樣講了出來就見光死, 我不知道怎樣判斷, 因為為什麼呢? 因為我剛才講了那麼多, 其實都是看那個有權的人, 一剎那閃念之間, 那個鐘擺是向哪邊擺, 你說不出聲不出聲, 不提這些意見,不提過去的事例, 他是不是會突然醒覺呢? 又不是的, 你真的好像買大小你都沒得買的。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些來講, 其實官方真的要想一下效果, 你用我剛才的那些方法去處理來講, 不會傷害你的面子, 只會令到你更加 讓人感覺到補一補的磁碑。